不过很多闲迷还是认为鲁门的平局有些可惜,因为鲁门在身高方面,运着决斗优势,而且有事凭借着指令点在上半场取得了领先,但是,鲁门并没有彻底发挥出自己优势,加上下半场前半段的导手,在对手招住的时机,迎进篮球反超。 当很多球迷认为要翻身探望时,后来站出来当球队单平比风,而且鲁门最后时候还有绝收的机会,广同才有绝对单单机会,只可惜后来的脚踏,把球直接停给了守门人。 虽然很多人觉得遗憾,但是平局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,而且虽然俱门FC是第一次参加洋冠,但并不代表这支球队是热队,而且鲁门迷向对韩国球队的打法不适应,已经长达十年,没有在洋冠中战胜韩国球队了,而鲁门在洋冠中,还收负了一元编利代价,那就是刘彬彬,提到刘彬彬很多人都会很熟悉, 他是鲁门足下出品九十三英代的夹小者,2011年进入鲁门一线队,2012年上远中抄首秀,2013年本位中抄主球,2014年年仅21岁的刘彬彬就已经打上了中抄主力,整个赛季为山东鲁门出场29次,23次首资打进五个军球和七次助攻,帮助球队获得了中抄第四名, 而且和文化中插联赛最佳新人奖,并入了CCTMD谈风银文物最佳新人奖的提名,可以说是中国足球一颗人满生气的未来之心, 不过在2016下季受伤后,刘彬彬就渐渐迷失了自己,再加上17年和18年的U23新政,刘彬彬更是几乎消失在了鲁门的阵门里,整个2018下季,刘彬彬只剩产了九次,一次首发而且只有一个助攻, 很多鲁门和媒体都认为,这个田中抄地家新人就此隐蔽了,很多人认为,自从进入职业联赛以来,刘彬彬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四度快, 但是刘彬彬在传球的实际把握和射能够选择上,还需要加强,我们经常会看到刘彬彬跑出来机会,一脚传球成本解围,或者一脚射能打拼, 所以后来很多球员也知道怎么绑刘彬彬,所以开始要改变和提高,提高是觉得处理能力, 不过很好精明的胜中鲁门队,有了都可听,在落贡层面刘彬彬获得了机会,而且可以说,刘彬彬可以用大放异彩来形容, 在落贡资格赛鲁门队,逼正越南的和美FC的比赛中,刘彬彬下半场替补出场,上远了船射进攻, 不经助攻楼军帅帮助鲁门队单凭比分,自己也打进一脚漂亮的世界波, 可以说,他是鲁门晋级落贡赦赛的最大攻城,而今天,落贡里门队阵进门FC的比赛中, 正是刘彬彬突破到进去夜侧底线附近的船中,帮助配来投球铺门,让双方鲁门取得了领先优势, 而且正常比赛刘彬彬表现得都非常不错,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, 对比另一侧的吴清涵,刘彬彬算是发挥得非常好了, 我们可以看出,刘彬彬这个赛季进步真的很大,是能有者了, 传球也比之前靠谱太多了,或许鲁门要贯最大的生活就是刘彬彬了, 他的觉醒,会帮助山东鲁门在反击中更加有威胁, 后来又变了个好伙伴,你怎么认为呢?